大家好,我是迅哥 2003年,《指环王》的最后一部曲《火爆上映》 巧合的是,此时就在印度尼西亚佛罗雷斯岛上的某个山洞里 真的发现了一堆平均身高只有一米的古人类遗骸 并取名为霍比特人 甚至如魔界里形容的那样 这些娇小的霍比特人同样搭配了一双大脚丫 起初人们都以为这仅仅是远古的儿童化石 然而通过对其牙齿的鉴定发现 他们又明显属于成年人 那么难道是一个患有诸如症的部落吗 科学家继续往下分析 结果同样排出了这种可能性 接着我们又把注意力放在了他们的颅骨上 里面可能容纳的大脑不过400毫升 也就是说,这简直与人类最早的起源南方古猿的大小一致 它们不是应该待在非洲吗 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么小的大脑却还懂得制作工具 在洞穴中就发掘出了100万年前精细的石器 以及用火的痕迹 甚至猎杀剑齿象的证据 这一切似乎有些不合情理 此时有人联想到了不远处的爪哇人 他们属于直立人 这种古人类早在大约180万年前就走出了非洲 后来形成了著名的原谋人 蓝田人,北京人等等 而现代人类则是在数百万年的长河中 眼花缭乱的图谱上 唯一幸存的一个分支 那霍比特人会不会是一群孤立的爪哇人呢 这种猜测仍然被否定了 因为霍比特人显然更加古老 此前在对东南亚洞穴遗址挖掘时 通常只需要上下两米就会有所发现 而在这里的挖掘深度超过了11米 最后只剩下一种推测 它们或许属于从南方古猿演化到直立人之间的物种 大约始于200到300万年前 是最初懂得使用工具 并且最早能被称为人的能人 只是我们从没想到过 在直立人之前竟然还有其他人种走出过非洲 这么看来我们对人类演化的认知可能又再次被刷新了 于是我们将其定义为一个新的物种 弗罗雷斯人 那么这些能人是如何到达弗罗雷斯岛的呢 这个岛正好位于前面提到过的华莱视线东部 也就同样意味着 他们必须先具备造船航海的能力 然而原类般大脑的弗罗雷斯人 难道为了寻找剑齿像 真的可以做到那么高难度的事情吗 还是说只是一小撮人被暴风雨意外地送到了对岸呢 这可能已经不得而知了 总之他们大约在70万年前就越过了华莱视线 并到达了今天印尼的苏拉威西岛 目前这里就发现了12万年前制作的石器 比我们最早到达的C型祖先们还至少早了6万年 之后他们可能遇到过跨海而来的丹尼索瓦人 并与之发生杂交 而在扩散的过程中 其中一批人又顺着洋流到达了佛罗雷斯岛 直到5万年前我们这只制人的到来 才可能最终将它们灭绝 就在2019年 科学家们又公布了位于菲律宾的吕宋人 从牙齿来看 这些人的体型甚至可能比佛罗雷斯人更小 虽然目前发现的化石还比较少 也暂时没能成功提取到他们的DNA 因为潮湿炎热的环境会将其破坏 不像在寒冷干燥的环境中 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化石那样容易提取 不过从骨骼分析 两者很可能都有着共同的能人祖先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能人不仅走出了非洲 甚至其分布可能也比我们想象的更广 下面再让我们回到帕劳的岩石群岛上去 2007年考古学家在这里的洞穴中 发现了疑似佛罗雷斯人的骨骸 这些人似乎一直与世隔绝 直到约3000年前才突然消失 那是否意味着 早已灭绝的古人类物种与现代人共存的时间 远比我们认知的要长 又或许他们今天还继续生活在某个与世隔绝的角落呢 这些人是如何灭绝的 暂时无从考证 可能是因为我们 也可能是因为火山海啸等什么原因吧 不过最令人好奇的是 这些古人类为何如此娇小 答案其实就是环境的压力 通常来说由于岛屿上的资源匮乏 大型动物们就不得不演化的越来越小 才能适应食物的短缺 比如曾经与佛罗雷斯人共存的迷你剑齿象 美洲的猪如蒙马象 马达加斯加的矮河马 在人类族群里 还有前面提到过的安达曼群岛矮黑人 以及今天佛罗雷斯岛上的现代猪如部落等等 而没有了大型捕食者 小型动物们也就不需要再保持娇小的身躯来躲避天敌 于是反而会演化的越来越大 比如佛罗雷斯岛上就拥有着最多数量的科摩多巨蚀 还有霍比特人洞穴里发现的巨型老鼠 也曾经是佛罗雷斯人的猎物 以上现象便是著名的岛屿法则 而且岛屿越小变化就越极端 生物的演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那么佛罗雷斯人从大变小究竟需要多久呢 有研究团队用计算机模拟了这个演化的过程 通过一万次的仿真数据的分析后发现 仅仅需要不到五百代人 不超过一万年就可以完成 听起来这一切似乎不再神秘 可是附近其他岛屿上也生活过很多人 他们为什么没有变小 难道这些岛屿矮化的人类 发生过什么与众不同的故事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新的发现 欢迎转发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